- 风声鱼声,杜树声,拉压响音,真好听,新鲜好玩,在联时,尽在另一阴影视,大家好,我是山东胡宝银 - 明天的早晨,就连了十六分,盛州市了好,在这里的风川就要发射了,这本来该是令中国人真愤的时刻,但是却在网上总会又传出另外的声音,有的人会说,发这些东西干什么呀,烙鸣上菜,有什么用 - 用的钱干什么不行,必造成钱 - 还有的人说,发这个跟我也没关系,这都是过家里面子工程,我又得不到什么 - 真是这样吧,我们来看一下 - 其实仔细一乡,我们这些念,我天哪发的东西,还真不说,我现在打题六一下 - 这个性型探索任务,叫天尾,货型探索器,叫竹荣 - 远秋探索任务,叫成恶,远秋茶,它叫玉土,玉土着陆区,它叫光汉宫 - 劝秋定位卫星,叫北斗 - 种解同行卫星,叫却孝 - 两则试验卫星,叫莫子 - 劝秋敌龟卫星,叫红颜 - 卵物质探索器,叫悟空 - 太阳监测卫星,叫夸腐,在任飞船,叫慎州,在任空间站,叫天宫 - 是吧,发的确实不少,但是你要知道 - 这些东西并不是想发就能发的 - 现在全球有了比多个国家 - 也有只有三个国家能做到 - 度力自主的探索太空,很荣幸我们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- 这次的三米航天院,兼容在我们自主研发的空间站里生活三个月 - 这三个月里,他们会在太空中做好多誓言 - 而这些试验呢,与我们的生活都会息息相反 - 在游户中,不但可以找出一些消灭病毒的方法 - 甚至还有研究表明,在太空实众的环境下 - 还能找到止疗癌症的方法,也可以直接杀死癌细胞 - 而我们中国之所以宣传子株监视这个空间站 - 其实完全是无奈之举 - 正在1993年的时候,由美国主导的建设的国际空间站项目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创建的 - 其中就包括俄罗斯,日本,欧洲,巴西等16个国家 - 但是呢,却偏偏将中国举之门外 - 不让中国裁愈 - 我们省止,过际空间站,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意义之外 - 它还能用在军事用途上,它若一旦发生了战争 - 中国势必会成为北洞的一方 - 于是中国就一战绝然的走上了此周焰发的道路 - 我们国家经过了20年的努力 - 可复了一早早的难题 - 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- 而在冷静了四年之后,国际空间站即将退役 - 到那时候中国天国将成为危机的一个空间站 - 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实施,那就是 - 地球环境越变越恶劣 - 尤其是现在地震又进入了活跃期 - 劝秋变端还在加剧,良机兵船肉化也在持续上演 - 而任励还在死无忌惮的开采着石油挖着地下水 - 开发的数目,虽然现在已经在梯上用克兰兵,广复登席能源 - 但是由于材料,乘奔,等等的原因 - 迟迟没办法给铺议 - 在不久的将来,地球将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 - 则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实施 - 就是在这种北京之下 - 我们加快了对一祸行为主的我行修的坦缩 - 即使找不到适合人类生存的行修 - 那我们也要自己打造一个 - 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- 空间站就成了种种之种 - 它倒为连结地球和卧结之间的一个属妞 - 自然而然而称了一个我们在太空的不集场 - 加油站 - 它就是我们在太空的一个家 - 无论是空间站还是深入飞船 - 都可以体现出中国已经拥有了多方面的多产业的高原技术 - 这也是中国总和实力的有一大体现 - 在和平时期 - 这就是我们坦缩太空的工具 - 而一旦发生了战争 - 这将成为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- 作为一和平为主导的中国 - 一般不会去激活它的这个战争术性 - 但是就像和武器一样 - 我不用 - 不代表我母游 - 这就让我想起了鲁巡 - 在电的利弊中说的一段话 - 外国用火源只做了子弹与地 - 中国却用它所炮成 - 谨慎 - 外国人用弱派浩瀚 - 中国用它砍风水 - 外国用鸦片之饼 - 中国人拿它打饭吃 - 一想到火源和子弹灯 - 这还是我们造的 - 这一想就更可悲了 - 我们这些是超过了多少次机会呀 - 在军事上我们输了 - 要是弄在经济上我们能扳回一句也行 - 然而并没有 - 在经济上我们输的更远 - 在打命抄的时候 - 命抬州主院长 - 把化为个儿被传给了他孙子 - 检卫的主佑位 - 他死了之后 - 可得死了 - 眼望主帝不复 - 早翻当了天下 - 他就成了皇帝 - 但是检卫的主佑位跑了 - 不知道上哪去了 - 听说检卫的上位过了 - 于是呢这个名称作也就是主帝 - 他就派整个下西洋去找他 - 结果整个下西洋也没有找到主佑位 - 但是见到了主委的很多国家 - 他就回来跟皇上说了这件事 - 皇上说 - 外国都是穷狂的一群小垃圾 - 我们什么都不全不和他做生意 - 然后大明朝就实行了黑进政策 - 虽然在后来因为黑道犯来 - 命朝开过黑进 - 但是因为属于关联 - 以为败印大量流入史长 - 导致铜火膨胀 - 无价标神 - 又碰上了贼念 - 离子盛其义 - 无散鬼刀戈 - 清军入关 - 终止最后大明朝灭亡了 - 而在这个时候 - 一个叫麦正伦的样人 - 早就在海上转了一圈 - 他不但达出了地球是原的这个结论 - 还见到了一堆不发达的外国人 - 而吴主任并没有觉得他们 - 都是青狂的一群小垃圾 - 自己什么都不全不和他做生意 - 能压底加个方便做生意 - 当然这些致命思想我们不提倡 - 我先鄙视一下他 - 我只是说一下 - 中国尝试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- 后来在嵌隆在位时期 - 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- 他们早就看过了 - 马克波罗写的 - 中国有多么富多么呛 - 他就一直想来摆放一下 - 当然他赖他不是空手赖的 - 他拿来了整体移 - 方杀集 - 世界地图等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 - 结果嵌隆开火气得不轻 - 问他说 - 你把我打青哨当时手破烂的吗 - 你拿铁嘎嘎嘎 - 拿一去跑直 - 画的也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 - 你给我 - 你想干什么 - 然后一声领下 - 就让人把这些东西 - 给人的擦锁垒去了 - 后来打青哨就实行了 - 笔关锁过政策 - 在理事课表上还有一道省纸留了下来 - 它写的是田串午餐逢应 - 无所不由 - 永远不计我一火 - 唯一同游物 - 什么意思呢 - 打的意思就是说 - 我什么都有 - 我不稀罕你们的东西 - 就这意思 - 这一次呢 - 又错过了 - 等到后面鸦片战争之后 - 中西方的差距彻的被拉开了 - 命知道自己不入别人 - 提出十一唱几一指一 - 也被打了 - 已经落后了 - 何况又遇到了两年的战争 - 中国人更是用流血的教育 - 误出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个字 - 当我们行中国建国之后 - 用旧国之力 - 经营主义科技 - 但已与中国人民不为艰苦的精神 - 终于在各方面都有了不错的成绩 - 尤其是在航天工程 - 由很多方面 - 我们都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- 现在互相一下 - 我们之前错过了那么多次几回 - 哪怕我们能抓住一个 - 现在我们的各方面都将有三天四地的变化 - 我们与其在这里远天诱人 - 迈远故人抓不住几回 - 倒不如我们现在就努力探索 - 争取让中国的后人民 - 为我们现在的选择挨嚼 - 为称为中华民族的自身艾S号 - 这次就说这么多吧 - 大家注意一下 - 我是山东胡博义 - 我说这么正经话的时候不多 - 且听且珍惜吧 - 我可以保证 - 下次我录的内容绝对不正经 - 最后用下面一段 - 当解数欲望 - 我要你告诉我这精彩太空世界 - 你想要对我说从小要热爱科学 - 我想要大声说那历史将被感谢 - 飞天梦又不是种科学的门 - 长力无限又不破灭 - 吸引一方言可真好 - 不知道早觉知不知道 - 地上有草脚起荒 - 猪流发也热人了 - 剪了猴子用登钞 - 绝对拐挖挂掉 - 压力几个吉堂尺棒 - 绵绵胡子睡墙降 - 这两道子着海帽 - 牢毛 - 先抗一架成那奖 - 当年精英方便抗 你见你能使咱讲 天上下着乌鲁包 小春亚被风刮到 哪来要能放弃的 大拉巴人带卡到 变了本子看不了 又被潮水浪出药 接着孤如发提侦 马骨抵也不得了 宝言名字七的妙 另一宝言真高笑 大小一手烦恼忘掉 另一宝言最高笑